大家好,我是Helie 今天要帶大家在長洲覓食 沒錯,我終於拍關於長洲的食物片 一直以來很多朋友想我拍什麼推薦的餐廳 有什麼好吃的餐廳 我看到很多人都推薦過 我經常沒有意欲和動力去拍一些耳熟能長的餐廳 今天就不同了 我訂了一間我在長洲非常喜歡的西餐廳 所以今天就帶大家去這間隱世的咖啡廳 如果大家想我拍多一些長洲好介紹的話 記得按訂閱和旁邊的鈴鐺 我有影片你們就不會錯過了 好,我們現在出發了 我發覺什麼髮型都沒有所謂 我們現在就要走到餐廳 其實長洲有很多餐廳都非常任性 例如今天這間隱世的咖啡廳 疫情嚴重的時候是完全沒有開 然後上星期它剛剛開回來 我就馬上訂位 沒錯,它一定要訂位才能夠吃 而且它今天已經敷了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影片很想吃的話 記得一定要訂位 它真的比較小 大家知道長洲的小店 可能只有十幾個位置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看這一類型的系列 因為我自己不喜歡拍一些很遊客 因為實在太多人都會玩一日遊 所以我希望慢慢會介紹多些關於長洲 可能閃為人知的一面 一些隱世的小店 其實又很好吃的 多帶大家認識一下長洲 一會兒跟大家說一下 它的位置不是很難去 但可能大家從來都沒有發現過這間店的存在 它是沒有下午的 一定是晚上才能吃 所以一起走過去吧 小姐一個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否請我穿飯呢 哈哈哈哈 很搞笑啊 看到有個沙丘呢 有把傘幫它撐散 它有一種淒美的感覺 等我帶一帶路 這裡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長洲碼頭 然後我們向左轉 一路向前走 對了 走到哪裡呢 我們跟著的路一路走 就會來到長洲的街市了 我上次在這裡買菜 都拍過影片 然後再一路向前走 對了 我已經非常肚餓了 我為了今晚可以多吃點東西 然後下午完全沒有吃過東西 我現在餓都神志不清 胡亂說話 然後超級hyper 希望一會兒可以快點來到 看到銀行和提款機 就證明我們差不多到了 大家來長洲都可能經過這個廣場 但未必留意到隱藏在裡面的這間小店 就是這間Chocolate Bistro 它是吃意大利菜的 旁邊的那間寵物店 我們經常都去的 Hello Hello 你是不是怎樣看 帶大家看一下餐廳的環境 這裡是不會很大壓力 很casual 很舒服的 看見到女主人Chocolate 它很厲害 一腳踢腳 好 接著我們看一看餐牌 每次來到我都覺得自己好像去了外國 沙律我就不太吃的 skip著它 接著到前菜 我自己今天就點了這個 calamari 和北海道帶子 來到主菜 每一次我都點這個 慢煮牛60 因為實在太好吃了 就算有其他minkos都好 我都忍不住點回同一個 而另一個重點 就是他們的homemade pasta 質感是非常之特別 我試過好幾款都不錯的 今天就試一下這個 煙三文魚番茄忌廉醬 既然是意大利菜 又怎會沒有pizza 還有一些要預訂的special order 和一些甜品和野飲 大家都知道我是無酒不歡的 這裡的house wine真的很低 兩百多塊就有一瓶了 今天吃牛肉當然是配紅酒 因為女主人一腳踢比較忙 所以作為熟手的街坊 我擔心自己要幫忙幫忙 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如果你第一次去 她都樂意很熱情地介紹一下 有什麼好吃的 不要開玩笑 我一見到酒就最開心了 二話不說 先浸一杯 我真的是24校女朋友 除了浸給自己 還要浸給男朋友 不說了不說了 我們Cheers 因為這裡比較多人和小 所以我就不說那麼多 我之後再錄製作法 大家看我吃東西 等了一會就有這個餐前小食 麵包配黑醋橄欖油 我真的超喜歡 你看看麵包是非常鬆軟 熱辣 外脆內軟 兩款都是的 我經常都會點這個 カラマリ 異色香辣 魷魚 非常好吃 它是酸酸辣 裡面有番茄 洋蔥 香草 還有很多很多的魷魚 這裡的魷魚是很新鮮的 你吃下去不會覺得很死實 像橡膠一樣 是非常軟滑 你看到是白雪雪 總之很好吃 然後第二個 我選了北海道帶子 這是我第一次點的 其實因為平時我都經常煮帶子 吃的 但是它的醬汁 是完全驚嚴到我 是非常香甜 香濃 帶子除了厚 吃下去很有口感之外 還要是煮得剛剛好 裡面是有半生熟的狀態 所以吃下去是非常鮮嫩的 你看到我一口摺一口吃 哇 樣子多滿足 鮮甜的帶子 配上香甜的粟米汁 原來也挺配的 我真的忍不住 把整個碟清掉 然後就是來到這裡 一定要試的自家製Pasta 無論顏色也好 質地也好 跟外面吃的完全不一樣 它是比較爽口彈牙 然後比較香的 所以我每次來都一定要點一款 然後還有這個 就算來了這麼多次 叫了這麼多次 我吃也不會驗 下一次來 我還是會叫的 慢煮牛肉獸 它真的非常好吃 連配菜都很喜歡吃 這個菠菜和這個薯蓉 一定清豆 多飽也好 都一定吃得完 你看 是完全不用用力的 一切出來 是一個很漂亮的粉紅色 然後撲鼻而來 你就會聞到又香又濃的牛肉味 因為經過慢煮 所以它是完全不會硬的 我現在看到 已經很想再吃了 而它的薯蓉 我覺得還能保持到薯仔的味道 不只是又肥又柔又濃的牛油味 美食當前就要好好享受一下 所以我不管大家了 繼續吃東西 這裡真的很有人情味 今天有一個客人 他是退休 他請了我們吃一個甜品 所以這些就是小島的風情 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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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到十點了 10點的長洲 Ward 我們終於回到家了 剛才想在外面拍結束 但燈光實在太暗了 然後看下去不堪入目 所以我也是想回來的時候再拍結束 這間餐廳我們吃過四、五次了 水準非常穩定 所以真的可以推介給大家 沒想過長洲有這麼高質 然後食物這麼精緻的一間餐廳 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它是像中環SOHO區 或者是半山很漂亮的Bistro的感覺 如果大家也有興趣過來吃的話 有兩樣要留意的 第一就是一定要訂位 它非常充滿 我試過幾次是打算登入 然後打開門 因為它有時候有些公開派對 之後又有時候是 也不是有時候 經常都是全家的 然後第二就是 你真的要預算時間去吃 它不會是你一個小時的快餐 可能你慢慢享受環境 再去享受他們的食物 慢活地生活 這些小島的生活 就真的比較慢活 所以如果你是很趕時間 或者想定要幾點鐘搭船的話 就可能要再 reschedule一下你們 在這裡的一天遊 但是如果你都想 有這一種的體驗 感受一下這些小島 人情味的餐館的話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一試的 對了,先生有什麼發表呢? 可以說話 可以我愛門面擔當 很棒 很棒 不知道大家如果喜歡這一類型 不一樣的長洲 之後一些隱世的推介的話 記得要怎樣 打給我 訂閱我的頻道 你的頻道 對,要Like我的影片 對,我每周六的3點 和每周日的12點 都會出片的 對,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